好 我们刚刚讲完这个整个胚胎在受精后发育的过程的时间的减时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呢 你看这是龟头 钢射精 射精的精子 哇 都在精子 百分之百都在这里 好 进到子宫颈的只剩3% 进入到子宫的只剩0.1% 可以游泳游到那个苏卵管上1%的只有0.001% 就是代表其实大部分的精子连苏卵管都倒不了 所以说精子的游泳是个竞争 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时间 这不重要 就是精子游过去的时间 那精子受精之后 你看这是一个在试管中看到 就是培养米中看到的 我把精子放进去 一堆精子就放上去 但只有一个精子可以进入 当第一个精子进入之后 我的外面就会形成一个保护层 第二个精子就进不来了 所以一次只能一个精子进入 好 那我们看整个过程 一开始就一个软 我们在24到27小时会进行第一次软裂 1变2 2变4 就会进行软裂 软裂的性质是这样 我如果画好点应该这样画 就是软 分裂之后分裂成两个细胞 再分裂之后分裂成四个细胞 你们注意到一件事 细胞越来越小 因为这时候整个胚胎都没有养分 所以你在分裂的时候细胞是不可能长大的 所以都是等体积分裂 总体积普遍 好 当你分裂到好多细胞的时候 这个构造有名称的 是有点像桑胜 你们吃过桑胜吗 一颗一颗的 这个阶段叫做桑胜胚 因为它长得像桑胜 好 当桑胜胚在继续发育呢 就会变成像这个构造了 开始出现空腔 外面一圈细胞 里面一圈 一一一一一一坨内细胞群 好 这个构造叫做胚胞 所以整个发育就是从软进行软裂之后 会先变成桑胜胚 再变成胚胞 胚胞就是有外面一圈细胞 叫做支胚层 里面的细胞叫内细胞群 为什么外面叫支胚层 一旦你着窗的时候 它就整个卡进子宫内膜 由支胚层吸收养分 支养中里面的内细胞群 内细胞群将来就会变成胚胎 所以支胚层支胚层 支胚以后会形成胚胎的内细胞群 就是外面这一圈 好 支胚层卡进来之后 我们再往下 这是受精在这 然后开始软裂 然后上阵胚 好 这叫胚 那个胚 那个胚 那个胚胚在这里 然后就下来 左床 左床之后呢 我们看整个子宫变化 出生时子宫那么小 好 四岁时 青春期 所以大概子宫 你们子宫大概这样子 这样代表是一颗拳头大 你们的拳头 不是我的 是你们的 好 成年之后这样子 产后会变得很大 因为生产后的妈妈 子宫被撑得很大 所以其实刚怀孕 刚生产完的妇女 肚子会松滑滑之外 除了肚皮之外 子宫也会松滑滑 子宫慢慢收缩 才会有机会慢慢变小 停静之后会缩得比较小 那怀孕的时候子宫这么大 我们之前在生殖过程度 看过压魂的彷徨 所以子宫是身体内 脏缩程度最剧烈的器官 比彷徨还大 所以它的构造要是符合 适合它可以 膨胀的很大 好啦 这是子宫的样子 好 那我们刚刚所在 在发育过程当中 你们发现 这边出现很奇怪的构造 这些构造是胚外膜 我们还没讲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 胚胎在着床后 除了最外面的 外面的枝胚层形成龙毛膜之外 其他的胚外膜是怎么来的 而这些胚外膜各有什么功能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说